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rtin 今天我们准备来做泡面 今天做的是一款不方便面 虽然不方便但是很好吃 食材也非常容易获取 主要就是虾 今天用到的是冰箱库存的一点冰冻虾 如果用鲜虾那当然更好 先尝一尝它的身体 用刀尖在虾头的接缝处伸进去拐个弯 一刀两段 虾头等一下我们还要用到 需要把这些尖锐的部位剪掉 你们要知道划伤手是小事 把锅弄坏那就亏大了 把虾壳剥干净 剥到最后这里拉住尾巴轻轻扯几下 就可以把整个虾肉剥下来 在背部划一刀 把虾线取出来 虾肉就处理好了 放一边待用 准备第二个重要食材 那就是方茄 无论物质多匮乏 方茄肯定不会缺 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方茄生产国 排在后面的美国印度土耳其 全部夹起来还没有中国产能多 买回来的方茄洗干净 用刀尖在屁股切一个十字 把皮划开 用开水烫一下 就能很轻松的把皮剥下来 然后切对半再横竖切成丁 放一边待用 第三个主要食材 那就是洋葱 选择白洋葱和纸洋葱都可以 把洋葱切碎待用 我们可以尽量切的小一点 等一下口感会更好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准备一点蘑菇 用这种白蘑菇 或者长条形的蟹味菇都可以 洗干净切片待用 还有就是准备半个彩椒 把南和纸去干净再切碎 彩椒也是非常健康的食材 而且它带有一种很特殊的甜味 能够让整个汤底味道更加丰富 它和蘑菇一样属于锦上添花的食材 如果买不到那就不放 最后准备一点姜和蒜切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烹饪 先把平底锅烧着 再在锅里放橄榄油 橄榄油可以稍微多一点 先把虾头放进去炒香 顺便把姜蒜一起放进去 这里我加了一点姜末 能够更好的去除虾头的腥味 方炒均匀后 我们要把虾头压一压 把里面的虾膏挤出来 这时候虾膏经过油炸 油温的加热 鲜味开始在空气里面弥漫 非常的诱人 接下来把虾头和姜蒜拨到一边 把虾肉下锅煎一下 如果觉得油不够 可以在虾肉这边再加一点油 稍微煎到两面略焦和就可以了 这样做是为了让虾肉的口感更好 如果你觉得麻烦 可以跳过这一步 等一下直接下去煮 把半熟的虾肉取出来 下一步就是炒洋葱 把洋葱炒软 然后下彩椒和蘑菇继续翻炒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加2-3勺酒 我这里用的是广东米酒 也可以选择用白葡萄酒 一直炒到蘑菇变软 就可以放入番茄 番茄可能算是最物美价廉的养生食材 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 特别是茄红素 它对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还有保护心脑血管都有一定的作用 而且经过油脂热处理的番茄红素 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加入2大勺番茄酱 让整个味道更加浓郁 接着继续翻炒 一定要炒到番茄 这些全部变软 然后再加水 水位刚好淹过食材就可以了 用勺子把锅边的焦合物刮一刮 这些融入到汤汁里面会更加美味 开中小火盖上盖子 煮5-10分钟 这个时间刚好来煮面 这里记住 泡面我们煮7成熟就可以了 就是煮到面条散开 就可以捞出来 捞出来后马上冲冷水冷却 这时候面条里面还是硬的 但是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回锅 回来看一看汤汁 看到水位下降三分之一 就可以接锅 这个汤已经完全融合了各种食材的味道 特别是虾头和虾膏的鲜美 闻起来特别的香 我们先把虾头取出来 再把半熟的虾肉放进去继续煮 这个时候就可以来调味 加一点盐 试试味道 自己觉得合适就可以 如果觉得不够酸 可以再加一点白醋 如果想甜一点 那可以加糖 所有的调料都没有固定的比例 你自己觉得合适就可以 最后可以加多一点香料 我用了一点意大利混合香草 里面是混合了迷迭香 百里香的碎片 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加一勺咖喱粉 咖喱和方茄海鲜酱汁 搭配起来非常的好吃 但这个就看个人的喜好 取决于你喜欢地中海的味道 还是恒河的味道 最后加入被遗忘的泡面 其实这里用任何的面条 包括意粉饺子都可以 但记得一定是煮熟再放进去 把面条和酱汁混合均匀 略微的煮一下就可以出锅 终于来到激动人心的环节 把它摆成吃不起的样子 撒上做作的葱花 鲜红的汤汁带点绿 味道肯定很有趣 谢谢大家 接着 谢谢大家 我们的生活 很難的 不过 每个人来都知道 我还没揭替 我们去治愈 受货 你 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